欢迎收听 从已开始说 从已开始说 今天说点什么呢? 好 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一样有这个Abby 刘伟谦 伟谦你好 跟大家问声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千言万语的伟谦 也可以叫我Abby 哈喽 Abby 然后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也来了一位嘉宾 他最近刚出了一本书 叫做 孩子的叛逆都是想求助 是黄志盈新理师的新书 志盈你好 哈喽 从已老师好 Abby好 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其实之前我跟那个志盈老师有在 第一季的这个Podcast上面聊过了一下 我觉得很有趣 那个最近你出了这本新书是跟青少年孩子有关的 对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工作大多数的对象是青少年 然后我从全职父母变成那个工作 那叫什么 职场 职业妇女 职业妇女 对 所以是因为跟工作场域有关是不是 对 我觉得如果要我今年啊 回头去写恒文教养 我就写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是 就是要全职育儿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现在正使用上的是孩子的叛逆就是想求助的这本书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是时间不一样 很像在出唱片的那种感觉嘛 就是每一个时期的少女时代 出的书 妈妈 你的时期转化好快啊 跟职场妇女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 所以这本我觉得蛮实用 就是我生活上是 你是说工作的场域很多青少年的孩子吗 还有青少年的家庭 哦青少年的家庭 对 那你现在面对到比较多的 你觉得比较有挑战的是这些孩子们还是家长们 都挑战 都挑战 非常挑战 嗯 打个 嗯 嗯 就是想要打个比方对吧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是 孩子大概通常会跟你谈论什么样的问题 你比较有印象 还是说家长来跟你谈论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嗯 我家长 我先从孩子开始说好了 孩子比较多会觉得父母都不了解他 不懂他 嗯 可是老实说孩子回到了父母的现场 他们的反弹 挑衅跟唱反调 或是不甩父母 也其实会让父母很受伤 那相信这都是恶性循环的结果 那所以我们常常要担任翻译的角色 去协助他们去厘清 他们彼此所有的误解 嗯 那这也是常常在 亲子误谈或家庭误谈中 很常要做的角色 是 那帮他们转译正确 然后协助他们知道说 哎他们彼此内心的需求也好 或者是妈妈为什么这样说话 然后爸爸为什么这样说 然后跟他自己的需求 也许他们在讲同一件事情 可是中间的误解就很多 所以尤其是哦 现在孩子 我发现诈骗的SOP 起手势都是我父母不懂我 Abby父母也不懂他 从一老师父母也不懂他 三人就怎么样 形成什么忧郁症联盟 自杀者联盟 所以就会做出很多更激烈的手法 那其实一开始都是从父母不懂我为开头 所以我觉得父母很倒霉 就是也不一定这么不了解 但是就会觉得好像想介入需要其他人的协助 是你这个标题是怎么想的 因为孩子的叛逆 孩子的叛逆都是想求助 这个好像我突然想到那个Charlie McSie的那个绘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绘本 就是小男孩与狐狸与燕鼠跟马这个绘本 然后那个小男孩有一天就跟马说 小男孩他问马说 这个horse你听过最勇敢的一句话是什么 这个白马跟他说 help就是 帮忙 帮我的忙 所以他认为只要有人愿意开口帮忙 说请帮帮我 那就是最勇敢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震撼 也就是说孩子们其实用各种 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 只是这个讯息可能你出来不见得是 你觉得他在求助 我们可能都会认为他 他在牵托 或者是他在这个 呃呃这个 讲很多的借口 可是他无形当中可能都是一种讯号 那我要怎么去看透这个讯号 让他知道说 哦我看懂你了 你在求助 嗯 我们一开始在讨论那个书名的时候 其实有在想说求救跟求助的差异 嗯 求救的话就是他本身也会是掉到一个比较很糟糕的状况 例如说已经成立自杀者联盟 类似这样 嗯 那求助的话是我们其实在生活中 其实是孩子有透露一些讯号 嗯 包括孩子所有的反弹的讯号 像在幼儿时期最令父母费解的那个不要不要阶段 其实都是很多他挫折无助需要帮忙的讯号 但是他的语言上可能是用不要啊 或者是像最近我儿子最常用的就是 妈妈你一定都在骗我 你一定都是骗人的 嗯 可是我从来没有骗过他 我是家里面唯一没有骗过他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好被冲击哦 就是他挑了我的一个死穴 说我明明有这样你还误解我 那加十岁以后的青春期 嗯 其实孩子的语言使用的更 呃 更犀利 更精辟的时候 嗯 其实真的会直接往父母的死穴打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之间忘记了 他可能是有什么样的需求 或者是他 你会不会先重伤 然后在想自己的挫折 就很难去想到他需要求助的讯号 嗯 所以有时候像我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 我先生是我的安全插销嘛 就是就是我当我就是快不行的时候 他就会协助我恒温的一个一个人 那其实我们在协助的是协助父母恒温的时候 我就会去协助父母提醒自己说 例如说今天好了 今天我要管教我的孩子 我就想象我取名今天叫从毅老师 那我就把从毅老师的名字写在我家的大字报上 从毅老师会怎么说 从毅老师绝对听你说 从毅老师的求救讯号 冰山底下是什么 我就会提醒我从毅上升 这时候我就会先跨越一下我的无助跟挫折 那我就会比较能够知道 哦求助 他在求助的是什么 而不是我自己先溺水了 然后觉得说天啊 我养小孩养了十几年 他居然这样说我的误解 那我就会帮协助父母也去转换一下那个角色 跟借一些生命中的贵人 去协助他去冷静一下思考 说切换角色 然后去想一想我的孩子怎么了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现场的 资商的过程也会是这样 我们最喜欢就是 那种就是学务处骂完人啊 或是老师骂完小孩之后 小孩情绪很大 然后被送进来之后都会觉得 导师一定觉得我怎么样 或外面的人觉得我怎么样 那我在趁他情绪激动状态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会讲说 其实他修复性也很高 因为他所求救的讯号是最强烈的 你如果平常没事跟他讲 哎 导师平常对你怎么样也想不起来 可是刚惹完他之后的那个反应 或是家长跟他吵完架那个反应 他里面有很多不赞成 不满意 想反弹 可是没讲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会协助他 就是同理他的心情 跟他讨论说 所以那个看起来好生气 其实也好想要更想要让他听懂 其实当时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其实一心在为你想说 也让你可以好过啊 也让你可以舒适啊 我去打工啊 那为什么就是要被扭曲成这样呢 那所以我们就会帮他稍微去缓和一下 就直接带他走冰山的过程 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跟父母 或是心理师跟父母的角色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心理空间是 当他对你的攻击 或是你不觉得那是攻击 你觉得其实他有没有听懂 直接去切换到那个角色 所以这本书他就很focus在 孩子其实他有生理上的困难 那他也有成长的痛 那这些成长痛跟困难 其实他自己不知道 尤其是生理的变化 那这些我协助 父母在那个教育的现场 其实那个张力是很强的时候 其实父母很容易一开始就觉得失控了 他自己长大就好 那我想协助父母看见的是 就像我们在看孩子的敏感期 你就会知道 这个阶段 他可能他的敏感期 他就是需要这样 他就是需要东西都归位 他就是需要他自己拿一次 他拿一次就好了 并不是我们纵容他自己 那对于青少年 我觉得父母对那个现场 他如果看得懂他生理的一些变化 他其实会有一点把握感说 这个时期我不是等他长大就好了 或者是等他说 那你靠你自己啊 就会很想回呛他 然后把他给逼走 所以我觉得想要达到这种了解求助的部分 你说你说那个生理的变化 对我也很好奇这个 是第二性征的变化还是 第二性征对孩子的变化可大了 崇一老师我跟你说 你知道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会 我也走过来 我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太会搞小圈圈了 对不对 就是说合则来不合则去 像我们相谈社会 大家就变朋友嘛对不对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那个五六年级开始转大人的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开始会觉得对于群体的那种忠诚感 其实是催产术的作用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 例如说像比如说我生孩子好了 我生孩子那前几年 为什么婴儿室里面 我就在找那个黄之盈之子 黄之盈之女 找到了之后 就会特别的觉得 啊他在吃瘦瘦 什么都好像跟我有关 然后他是一个爱我的象征 可是其他婴儿仿佛不存在 这是一个催产术作用之下的忠诚感 而且我会为了你排他 为了你去争取跟保护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同军课跟家政课下课 都跟我牵着小手一起去厕所 下一节下课 你牵崇一老师的手是有点怪怪的 我牵秉杰的手 Abi牵秉杰的手 对 我们现场 我的编辑秉杰在现场 你牵秉杰的时候去厕所 我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还是我刚刚拿一句话惹怒你 其实这个小圈圈的群体的那种 他开始萌芽 类似我们当时在那个婴儿室 找婴儿的那种归属感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怪怪 其他我就是很介意 介意到不得了 介意到我数学课不专心 介意到我中午很想跟你吃饭 再确认你会拒绝我 还是去找品节 那这种生理上的变化 就是他不由自主的 然后又包括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才常在讲那个3C使用 你知道在2004年 113这个专线成立以后 全是台湾父母不协调 因为所有的工具都收起来 但是收起来以后的替代做法 是同理性的回应 或者是追踪反应情绪 父母还在练习的过程 2007年才三年期间 WWW铺天盖地的 全台湾都可以上网 只是说上网是有流量限制的 那到2013年以后 就是吃到饱 那吃到饱以后 我们常在讲 抖音是一台多巴胺机器啊 跟他那种好赞赞好赞赞 你这次重音老师 相信你po文 这一次5万个赞 你一定讲我po了什么 所以5万 结果下一次突然20几个赞 你会不会就是 就是突然之间好像自己的那种 你是比较有自我决策 你说的不是我 但青少年青少年 但我跟你说 其实不是只有青少年 即便很多的 我知道很多的心理 实在金银粉专大概都这样 有金银粉专都会有这种心情啊 对都会都会这样 就是我每天看那个 为什么我这次的 半战术只有不到百人 有的时候我可以上千人 两好几千人 怎么有的时候不到百人 像我就没有这种困扰了 我的never只有百人 所以呢完全放得很开 佛系经营 我都翻译三点po文 大家都说你到底为何三点po文 那所以这种要放得开 其实不是青少年会 这个时期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 被多巴胺的一个回 的一个回馈之下 他们会很常需要 这种外在的价值的肯定 那这其实他也是不由自作 因为多巴胺原本是协助 我们可以做未来的生涯规划 或是我这次考试 想考多年的预期 只要我们没有摸到的东西 都是多巴胺驱使的 那这件事情 我希望父母了解的原因是在于 我们增强他什么 他就会变成什么 但是其实父母的控制感 感觉很低 他会觉得说小孩 他既然两三个小时 使用手机 然后一直跟我讲说 手机使用时间不够 你都不给我自由 他说好啊 那要给你自由 我就开放啊 可是问题是六个小时过去了 小孩还是抱怨你 你没有给我自由 你不尊重我 那这时候其实你的孩子 已经不是你的孩子 因为他透过这种成瘾机制的状态之下 多巴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而他的疲累跟一般青少年 其实是需要睡九到十个小时 是 他跟婴幼儿时期大脑修剪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同步的 所以青少年也要睡十个小时啊 对 他是升级在进化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青少年父母已经不太知道 小孩几点睡 小孩晚上有没有起来用 对 因为他在房间里面偷玩 而且现在孩子有很多神经无法代谢的垃圾 是在我们网站上看到的 例如说像我之前看到一个X传媒里面 有一个 他写说什么 有那个种族之中被断头 然后大家就点进去看啊 说X我到底看了什么 然后就觉得很激动 就说天啊 我此生眼睛闭得不会忘记 可是我们这个年纪比较不会再点进去看 说哇到底是什么 对 可是他们那年纪会 可是看了之后 你无法代谢掉这些神经传导的废物 就是说他其实太强烈刺激 所以我们才需要网路分级嘛 对 而现在媒体完全没分级啊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这些 无法代谢的垃圾 需要睡眠 去修剪去代谢 还有一般的疏压 所以这些他们返回到父母身上的回击 就会是他们的不耐烦 就像我们睡不饱的情绪化 那父母就会搞不清楚说 我都已经对你这么好了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所以现在其实家暴最常上升的那一个族群 叫做直达 上一代 那这些其实都是有连结 直达上一代啊 对 就是小孩打父母 现在这个族群在升高 在升高 在这一个类别 在升高 所以这些是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想要让父母有一点了解说 其实这些的恶性循环 他其实我们在取代了体罚以后的 原本要学习的跟孩子情感的 不是错误的 也不是任性 也不是纵容他 但是他我们有一个更多的是在3C 使用过度的情况下 孩子无法自我控制的状态 他需要休息而未能休息 我们去抵挡一些他的 对你的攻击 那个攻击就是你对我不好啊 你在勤勒我啊 你不给我自由 你对你玩了三个四个小时的手机 还是不给我自由 那你就会知道合理不合理 他有一个内心的准则 跟知道这是普遍大家有遇到的状况 他才不会觉得我在孤军奋战 只有我们家遇到这种事要遮掩起来 是 好 知音老师的这本新书叫做 孩子的叛逆都是想求助 因为这本书有点特别 刚刚那个知音老师也提到了 从荷尔蒙的角度来看 它在变化 多巴胺过去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一个快乐分子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欲望分子 就是它给我们很多的欲望 刚刚那个知音老师也提到 会不断的兴起这个多巴胺 然后让我们一直想要去得到某些东西 可是得到某些 其实在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样 刚开始热恋初期 大概多巴胺的分泌会大量的分泌 可是为什么在一起久了以后 这个多巴胺好像慢慢消退了 这个 对 取而代之的就是别的东西 我要怎么让我的婚姻幸福美满 那个跟多巴胺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个我觉得从药尔老师 你提到这个 只有正要补充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热恋 因为青少年会有热恋的议题 就是他们很 一个人在热 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 男性的搞固同会主动下降四层 会很愿意去陪伴 倾听 然后也协助跟陪你看长电影 消磨一下时间 这个都是刻意练习的 就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 搞固同的那个分泌的 那个状态是不一样 但是他会主动下降 去协调跟平衡一下 对方的状态 去同步 然后女性的搞固同会主动上升两层 去一起去做这些的 娱乐的行动 这个对于 我们无论感情增温 人类繁衍 或是我们的感情如何去增进 都在一个就是人类正常的发展阶段 可是一年半之后 他会消退回原本的样子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对方变了 或者是会觉得 对方没有再这么热情了 那这些其实是一个误解 就是说大家只是把原本的样子 原本的生活步调 就是拿出来彼此互动 那在青少年之中更是哦 你看我们所有的偶像剧 在拍的都是那个 从还没有追到到追到 那种热恋的那个状态 为你疯狂痴狂 那他们其实又有很多的 手游的游戏是 上次有个老师才给我一个回馈 他就说 有一个游戏叫做 不是这样子不行 这样会挡人家踩路 就是有很多妻子的 然后他就说这样子是反映了那个 就是回到那个地质去掌控 今天你成为我太太 所以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的那个状态 他说如果其实他那个操作动作 就是你一直操作之下 其实孩子就会怎么样 孩子就会习惯操作这样的动作 所以我对于对方的那种 另外一半的予取予求 或是我认为谈恋爱 谈感情就是要这样 那个动作的操作 因为孩子还在一个大脑 可塑性很强的阶段 他们就以为谈恋爱就是要这样 那其实这个是重回地质 你看我们现在在讲两性平权 性别 不要讲两性 是性别平权 的一个年代 他们就会透过这一些 的手游也好 或是这些的刺激 或这些的 那个媒体的灌输之下 会觉得 要那样才有女朋友 要那样才可以有男朋友 要那样才是个爱情 那其实这一些观念都会 似似而非 所以他们很需要 有大人 合理的大人 跟他写 跟他那个讨论 那现在问题是 大人可能看不清楚这一点了 大人就会觉得说 比如说这个高中时期 你就交男女朋友 大人可能第一眼 看见就会反对 就会 就会跟他讲 你怎么不好好念书 在搞什么男女关系 或者是说你 玩手游玩太多了 大人的通常的第一反应都是 别玩那么多游戏 我前一阵子还看到一个 也不是前一阵的新闻 其实是一个很久之前的新闻 在很久以前 这个2013年 14年左右 有一个很有名的孩子 叫 彭义亮 在美国的 他是一个那个 好像是英雄联盟 还是什么的 这个常胜军冠军 但是他16岁 他就开始玩这个游戏 玩得很红 然后他的 做法就是 他很叛逆 妈妈就华人 在美国 华人的家庭都跟他说 你不要玩那么多游戏 你就好好念念书 找份工作不行 所以他在家里 没有办法被接纳 他就离家出走 18岁就离家出走 到20岁 21岁 他就已经很知名 他年薪 可以到50万美金 他也不比这些 家长们要求的 就是律师 医生这些的收入还低 他是叛逆的人 可是他有一次在一个 这个视频当中 他被访问 他就其实 他就头地地的 然后眼眶泛泪 他就说 他其实还是很想 跟家人连结 我觉得看得很心酸 跟家人连结 可是他没有办法 跟家人连结 他要离家出走 为了他想要玩的 这个游戏 连线游戏 然后他离家出走 所以他最后 说了一句话叫 Blood is blood 血脉 血脉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关系 是不可断的 这个剧情发展到这里 你要知道一个对比 就是他的哥哥 叫彭奕宏 他的哥哥从小 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 要走这个医事的行业 所以他最后做了药剂师 他在药局里面实习工作 就是一路怎么走来 都是华人家庭的要求 就这样走 他也很乖 很听话 可是这个彭奕宏 他的哥哥在30岁的时候 因为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他们本来都打算 要结婚买房子 都已经买好房子 要结婚了 结果后来分手以后 爸爸妈妈赶来他的家里 跟他安慰 因为他情绪很不稳定 这个彭奕宏 就把他爸爸妈妈给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血案 在加州 所以你看这样的孩子 我不由得去想 到底大人想要 带给孩子的是什么 孩子在叛逆期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大人 能够真的去陪伴他 当他去走过来 还是我真的要去 要求孩子 要做到我想要的 等于是延续我的人生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 怎么看像这样的例子 你说刚刚那个案例吗 对 我觉得大人啊 应该是说 每一对父母 在每一个阶段 需要有心理准备 例如说 像比如说 一个孩子比较叛逆 一个孩子比较顺从 这个是每个家庭 都在发生的事情 只要你有受阻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 这个预期的话 就会觉得 每个小孩都会一样 因为就我生出来的 怎么会差这么大 或者是会觉得 你看他都可以做到的 你就是不行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在幼儿 你知道我们现在 在幼儿园里面 感触特别良多 从幼儿 要让幼儿感情好啊 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因为大家要抢的资源 都是类似嘛 我是说抢的都是玩具啊 或是抢绘本 抢一样的东西 但是那个年龄的差异 就是有差异的 要引每一个小孩回家 父母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知道小孩 真的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把大的好 告诉小的说 嗯你看他真好 然后他就透过 你知道间接见证 书里面有讲到三种肯定 是 一种肯定是直接肯定 嗯做的真好 另外一种就是 AB 我这个老大不错吧 你看看 他现在就是 咬绿豆红豆很顺哦 这个动作 精细动作很强哦 然后老二不得了 画画天才 我两个心肝宝贝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两个 两个两个 假设你生两个 嗯 假设生三个 你就要讲这三个 你看老三 但通常我们都是 只有称赞一个 因为第一个时间有限 第二个是 你可能最骄傲的是 某一个他比较 你会以为说 好像树立的一个典范 其他人都会想要向往他 可是不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那个 历史来看 所有的血案 都是兄弟之间啊 其他都是 因为他要争取同样的资源嘛 所以如果你越让一方独大 你其他人就是 觉得分不到根 就是要不就是 所以豪门里面跟那种 帝王 帝王门 那帝王门吗 帝王屑 这是国家 国家朝代 朝代的那个 分争啊 兄弟都不会当好朋友 就是这样子 因为要不就你称帝 要不就是我被分到一个 很小的地方被贬折嘛 不然就是被暗杀 所以 这个我觉得父母要看得开就是 有三分就是三分 你不要就是 大小眼 不管你有大小眼 你自己心里面要 忍耐 嗯 这是我们先看到 然后而且大的好 跟小的 就在别人面前 大小的好一起讲 然后大的好跟小的讲 小的好跟大的讲 都在双方在的现场 嗯 这时候增强是最高的 嗯 那所以 刚刚也回应到那个 那个崇尹老师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 那一个感觉很叛逆的人 其实他是最爱家 最想回家 或是说 他其实内心的渴望 是没有被听见 可是父母已经被 另外一个比较听话的 杀死了 那另外一个比较听话的 他也就是在他人生挫折的阶段 把那个所谓 给他资源最多的人 给干掉了 那所以 这些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回到 就是不管是 因为刚刚有多重议题 一个是家庭的 这个动力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 玩手机 玩手游的这件事情 如果他是往那个 玩手机 已经要成电竞选 重复操作 跟重复历练的这个 这个不叫做玩了 他已经是在操练跟练习 然后书里面有讲到的是 大脑喜欢练习着学 我们大脑在很原始的状态 所以 如果没有反复操练 纯粹杀时间啊 一般正常 青少年回家都9点半了 你如果10点半之前 他大概就是 如果他玩手机 玩到10点半 你大概11点 其实差不多要睡了 因为他们隔天 6 7点就要起床了 所以如果平日的话 因为我知道父母们 会最想问的是 那一天平日 大概使用多久 那呢 一天平日使用 大概一个小时以内 你要解决 所有网路上的人际关系 跟你要查的资料 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pass给 我们大家一起查嘛 因为我们大家要一起睡 那呢 所以这样子会是一个 家庭分工跟合作 他不一定是一个 冲突的开始 他也许是一个 我们如何去分工跟协助你 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所以 手机这件事情 它本身是个假议题 或是说社群 它是个假议题 但是很多父母 会卡在一个使用多久 或者是 他看起来就是 一直在抱怨我啊 可是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该怎么接近他 那所以 我们很常会建议 讲讲说 你跟他一起去了解 他在里面使用些什么 例如说他玩的是原神 啊跟这个原神的这个游戏 各个星球里面啊 谁扮演什么 他是觉得定位是什么 至于你说这个啊 我觉得 有的时候是 真的是说到重点 嗯 家长光看到孩子玩游戏 他就不愿意 不愿意跟他靠近 真的 他 还更不用说 他了解他玩什么 看到他玩手机就烦了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家长自己 可能在那个当下 要先去回应自己说 我看到孩子玩手机 我是不是已经开始烦躁了 而且我觉得小孩的确也是抱怨的对啊 说你不相信我 因为你根本不觉得我在 是 做一件正当娱乐的事 那种否定的感觉 所以先了解跟认识 他们玩什么是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问家长啊 孩子玩什么游戏你知道吗 嗯 孩子在听什么歌你知道吗 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耶 这很棒啊 你看有你这样子的推广 跟线上课程 把那个图片贴在 每一个家庭的客厅 对 就像耶稣跟那个 好奇的那个各种 那个真的 因为我们需要对孩子 耗戴的好奇心 各个阶段的好奇心 在长尔特网站上卖一下 对 要不要夹在我们书里面 那个 你可以怎么做 折扣嘛 然后加上那个 这一张可以直接用 所以怪不得啊 像我真的青少年时期 像我自己是在国中时期 就 我是很乖的 因为那时候 我说过好很多次 在 在这里或别的地方 我爸爸对我是很多的期待 所以我小的时候是很乖的 然后两个哥哥 就功课不太好嘛 所以变成是好像我 理所当然 担负了那个 对对 我要理所当然 应该要功课好 可是到了高中以后 我就整个就不爱念书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非常的痛苦 我都想说 怎么没有一个人 能够理解我 所以 如果能够找到 致影心理师 能够去跟他谈谈 我觉得还挺好 现在困难在于 像我们那个年代 你假如去找心理师 门人都没有 我怎么可能去 那就是给我贴一个标签 意思是什么 我就是不乖的 我要去看心理师 我心里有问题 但我如果孩子的时候 我会这样想 那我不知道这个家长 能够做什么 因为 老实说 我很谢谢 致影出这样的书 因为 很多的家长 我说的 词稍微难听一点 就是 看到老师 就是有这个能力 可以去教孩子 那他就会 直接这样说 老师你就帮我 外包 对外包 你就帮我教他好了 那家长比较难的 家长比较难的就是 我怎么不去 我怎么不去 自己去了解这个孩子 而去 不断的去 外包给别的心理师 或者是老师 所以现在老师的 那个什么 心理压力也很大 真的 好像教不好 也是我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从一老师 你讲到一个 更重要的是 其实这就反映了家长 其实对于青春 其实更无助的 对 就是你看那个 幼儿的书 卖的这么好 就是还有控制感 很强 然后我们那个 孩子叛逆 光看到叛逆 没有救了 等他长大 整一件 逼自己 让他去结婚 然后最好 不要跟我拿聘金 最好不要叫我 就是认同 就是就18岁 就可以结婚了嘛 所以青春期的书 比较不好卖吗 青春期的书 就是蛮满的 对 但是我还是很想要 写跟协助 跟帮家长补写 因为家长 就真的是很挫败 所以我在书里面 写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青春期的家长补写 在后裔时期 一定要出来干嘛 找三娘 例如说像我们 出来这样聊一 后裔时期是什么意思 后裔情 后裔情 那个嫦娥 没有关系 不好意思 跟月亮没有关系 后裔情时期 对 就是一定要出来 找三娘 你知道涂一涂 尤其是来从一老师 这边涂一涂 大家发现 不是只有我们家 遇到这个状况 是普世 大家全台湾 在那个后裔情之后 从线上回归 实体 大家都遇到困难 叫小孩上学也困难 要再小孩上学 更困难 对 都很想把他 赶快请假 可是没有理由了 那所以 这些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 欸 他们需要三娘 教职 那三娘教职 其实在幼儿时期 也很重要 对 父母亲不是只有 选哪间幼儿园 当然我们蓬蓬幼儿园 是非常幼稚 谢谢 这个我们一定 大家不会去团 大家一定首选 但是其他的 就是会讨论说 要补哪个客后班啊 不然就是 只有讨论说 那个 那个吃什么 比较会长大啦 长高长壮 就是外表的这些问题 所以 从一老师刚刚在讲 就是我们穿越 这个外表的困境 而我们需要 就是自己内心 第一次遇到挫折 我们遇到 可以跟你三娘的人 我现在好 我正在回想 你知道吗 像我高中的时期 我常 我常被那个 学校寄过 动不动 就是小过大过 你一定在好学校 没有啦 一般的学校 老师之前有po 他经过一间好学校 就从一高中 不是老师以前学校 我是念台中的 那个风源高中 这就是一般的 这个普利 就是一般的高中 那当时我们学校 很严格 所以大过小过 我经常被记啦 那可是通常 我被记的 尤其是大过 叫我 我单亲家庭嘛 都会叫我父亲 来学校一趟 然后父亲一来 看到我 就先把我念一顿了 你又 你又干什么东西去了 可是爸妈妈 有时候真的需要演一下 你知道吗 因为他演一下之后 老师就会骂得比较少 如果爸妈妈来是那种 老师 拜托啦 他就本来就这样啊 然后 我们就 你知道我们联络部 没办法马上签 因为我就一个人 我要签三本耶 然后东西就会忘了 他求情老师会更生气 所以父母就要 或是他不管老师也会生气 对 不管老师也会生气 就会觉得你在家没教 爸妈就是会赋予 所以要演一下 我也认同 先来骂一顿 有没有 但是那只能用演的哦 对只能演的 然后 但是不能入心 就是骂完之后 老师就会收手 老师就觉得 这个家长 不可以再刺激他了 赶快带回去 然后但是重点是 回去那一段 我觉得重点是 回去那个 他是 就是跟你 情感连结 心连心 还是他回去是真心觉得 没救了 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后面那段 就有差了 但是去学校 重音老师 你千万不要入心 你的爸爸还是很爱你的 那个爱是后来 慢慢慢慢 才显现你 所以知道的 但是你在那个当下 你总会觉得说 对那个当下 怎么全身下的人 好像都不懂我 而且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知道家长 如果他只是在乎成绩 在乎这个 就是你在学校的表现 那么我只要表现得不好 我就是被学校的教官 被老师骂 真的 你就需要一个了解你的人 对 我希望就是在这里 那个能够听到的 这个朋友们 看到那个 志盈老师的新书 然后也懂得就是 我们怎么 怎么去看待一个孩子 问题的这个背后 他的意图是什么 否则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孩子经历过什么事 那有一本书是 那个裴底医师 跟那个欧普拉写的 叫What happened to you 你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不是说 他今天功课不好了 你要赶快督促他 把功课写好 或者是你把这个成绩搞好 更重要的是 这个人你发生了什么事 那才是关键 否则我们永远都在纠结 你功课不好 所以我们中间就是很需要转译了 你知道吗 那个被学务处 或被老师叫去 对 完了之后 以前叫训导处 对以前叫训导处 要训导一下 他们才职责有到你知道 然后所以 那个你知道送过来 就是父母在吵架 跟孩子亲子吵架 我们最喜欢这一种 为什么 最喜欢这一种 你说最喜欢那天在吵的吗 最喜欢 对 就比如说那个爸妈 已经下跪了啊 然后说拜托 就是学校 不要再让他签一些什么 他绝对不会去伤害别人 然后孩子说 我就是要伤害他 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无解 那但是现在学务处 也没办法下班 因为他不签啊 然后爸爸妈也是觉得 我已经下跪了 不然你要整磕头吗 然后小孩又更不屑 说你在这边下跪磕头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演哪出 而且你回去 就是也不会让我好受 就是三方都讲住了 我们最喜欢这种 就出去旁边 一定要转译一下 你跟他说道歉 你还要我怎么样 这句就让我想到 你书里面提到的 那个道歉的艺术 就是Gary Chapman 讲道歉的五种方式 对吗 那你 我不知道哪一个 你就认为是最难的 因为你说有四个嘛 道歉道谢 道别跟道爱 是吧 这个道歉 确实也是要一些艺术的 那很多人就会说 我都已经 我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这个看起来就不是一个 很好的道歉的方式 是不是 就是 通常如果他说 我都已经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设想一下 我就会跟他讲说 所以当你道歉 当你现在讲出道歉 你其实那个心里面多不容易 你好想要让大家也知道 嗯 而不是只有那 就是不然要我怎么样 嗯 所以能不能好好的说话 嗯 对啊 就是那个 因为但是青少年 因为他们的生理基础 跟他们的那个 需要有一个隐藏讯息 就里面都有写说 他其实需要隐藏讯息 是因为他为了社会化 我必须要把我真心话 也包得好好的 所以父母也会眼盲 看不穿说 他到底有什么需要 他没有办法就是 像我们是穿越这些 很恶劣的 你可以穿越 我没办法 我们就是要穿越 然后所以说 我最喜欢那个 吵一吵之后 你知道那个带去旁边啊 你跟他讨论说 就是当那个 因为大家都僵持不下嘛 啊学务处 俊岛处当然也会觉得 啊这个倒怎么办 就是僵局无解 然后不牵 然后对方都在 双方压力都很大 那我们就会协助 他们去看见 就是去旁边 亲子会谈 所以会跟他讨论说 所以当那个 看到妈妈下跪 是你最不想要看到的 对不对 青少年有可能 当对方有爸妈 你有爸妈 结果妈妈是苦苦 要求着他 然后要求着对方求饶 这是你最看不下去的 就是 所以就依据 我们之前的了解 我就会跟他讨论说 所以那个 你想要去外面打工 想要证明自己很不一样 其实就是想要 让妈妈有好生活啊 这个你有让他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不要让 有人再看不起你们 而且你这一次 跟上一次很不一样的 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具体的行为 然后其实 妈妈都看在眼里 是吗 然后我就问妈妈 只要妈妈 一点头 或是妈妈说 对啊 他已经不一样 他不一样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孩子就松动了 嗯 所以那个现场的亲子会谈 其实我觉得是 让妈妈去理解跟见证 这个孩子刚刚为什么要这么坚持的不 他那个不不是代表他不要道歉这件事 他是那种 我不要让你这么难堪 也在其中 就是也 那成分也在里面 所以那个不道歉 其实有很多层的意涵 就是把他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然后之后他 那个小孩最后就 你就会问他说 那 就当那个让妈妈 没有脸 让妈妈就是觉得 你又这样了 就是你心里也很痛 对不对 然后好困难哦 这时候大家都很困难 然后妈妈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再下跪 马上下跪呢 因为她很想让别人知道 你不一样 是吗 你通常说到这里孩子就软了啦 真的 然后后来就跟我说 啊知道怎么道歉哈 然后我就说 你就去对面 去隔壁 转化的也太快了 就是没有 就是快转嘛 因为我们现在录节目 现在亲子会谈 要有一点点时间 就是现在是快转啊 然后所以他 之后就说 啊怎么道歉 啊就后来 那个小朋友 都是去隔壁给对方家长 就是骂个一个小时 就是 就是说 你都会打 他给人家怎么样 之类 但是他们回家 人家大家都很害怕 说回去会不会最早麻烦啊 就继续找麻烦 说应该不需要了 因为他有 那个妈妈了解他 他们彼此的连结起来 而且他们就可以这样子 保固好几 好几个月 嗯 那你的 你的物 你的物坛的效果 辅导的效果 就是重点是他们的连结 而不是跟你连结 嗯 对啊 有时候是跟你连结 小孩都觉得你很懂我 我妈妈不懂我 没有 要让他爸妈了解他 因为这才是保固久久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里面 就是在传递这个 讯息说 父母怎么穿越这些 迷雾 去看到你 也不是 不是说你 因为父母一定会觉得 我孩子养了十几年 你屁股有几根毛 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讲这种话 你知道青少年无地自容 然后就会觉得说 你从小都把你洗屁股的 你怎么现在那个受伤的 不准我看什么 就是令他无地自容 类似这样 那他穿越这些迷雾之后 他大概会 面对现实说 其实这个 每一个时期的孩子的 变化都不一样 那才会达到尊重 所以小孩在讲说 那个手机使用不被尊重 他的不尊重 是好几个层面的 生活层面的 现在手机这件事情的 跟你平常的 跟你一直拿小时候跟我讲的 跟那些我预期的 你没办法达到 像比如说锁门的青少年 不准爸妈进去 那个爸妈都偷偷打电话 然后问说 怎么样可以拉开门 然后但是 这是表面的问题啊 然后所以你跟孩子谈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晰的知道说 就是我就跟孩子谈说 其实那个小学的 你跟爸妈也很亲 对吗 那个到国中的时候 他所有的期望 跟那个要回复 那个乖乖牌的你 可是这不然是 这已经不全然完全是你了 那你也想让他认识不一样的 他对你没有好奇的时候 你想把这些的痛苦跟绝望 也关在门外对吗 所以关门起来的你 也是痛苦的是吗 所以那他 当他确认的时候 我在跟他父母讲 对他来说他的心情是什么 就是确认嘛 而不是我自己想象的 是我跟他确认之后 他父母也比较能理解他 跟好奇 所以我们中间就是做这种工作 你知道 进进退退 你说到关门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有家长问我说 老师你看现在的年轻人 那个给他买了耳机以后 那个蓝牙耳机都给他买最好的 然后他耳机就每天都戴着 然后我叫他 他也不听 他也不回头 叫他拔下来 他也不拔下来 他都在听音乐 然后他都听不到我说话 你知道后来 我是去年才买了蓝牙耳机 我就发现现在的耳机其实蛮棒的 抗噪啊 对啊 一个是抗噪 第二个他有通透模式 什么叫通透模式 也就是说 你可以按一下 让他变成是通透 就是外面的声音 你依然可以听得到 所以他不是完全听不到的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到底为什么家长叫孩子听不到呢 他是真的听不到 还是 假装听不到 对说的好 有可能是假装听不到 以后买那个AIVR 那个AR更惨 我看不到 在哪里 所以我要说的是 孩子十有八九 是假装借由耳机塞住 我听不到你说话 其实我不是真的听不到 他听得很进去好不好 听得进去才痛 其实他听到的 但现在关键就是 我怎么让他能够回应我 对吗 如果所有的家长都是很毛躁的 在这里很焦虑的 喊啊叫啊 那我告诉你 孩子十有八九都会假装听不到 因为听不到最安全 嗯 这就是孩子的反应啊 他的防卫机制就来了 因为听不到才是安全的 否则我一回应你 我要给谁 嗯 我一回应你 拖出去面对 对我就会被骂又被念了 我干嘛呢 我最好还是别回应 对 我觉得这是青少年的孩子们 可能会 会有的这个议题 那家长们可能要去看一下 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跟他谈的话 他不愿意回应我 这个才是重点 嗯 是不是这样 是啊 这些时候比谈 比当面还要好 嗯 因为 现在孩子已经就是 在手机的世界 就说你贴图跟我讲 你赖跟我讲 就是废话很多 就是前面还铺陈 就是他们有这种反应 你知道 家长要重伤害 想说 好好跟你讲 现在要用长辈图 晚安早安 证明我现在还活着 告诉你 我在外面还活着 那 所以我们那个书里面 他们又一个 他有一个版本 是有附什么 我听你说 你跟我说 就是用最原始的 穿纸条方式 让彼此 早上晚上 你就算看到他 讲不出好话 你用写的总可以 把内心话 告诉他 然后把内心的 点点滴滴 或者说 我其实昨天 对你那么凶 其实我也看到 你很懊恼跟挫折 我们一起 重新开始好嘛 我们一起 青少年很喜欢 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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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应到 那个摧产树的作用 那个父母 愿意跟他一起 也许他的反应 都是好讨厌 走开 可是那心里面 有没有暗暗的窃息 都是有的 那个很希望说 那个小确幸 是不能被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父母 如果看穿孩子的 这些点 你就会知道 他只是装大尾 装大牌 或者他想要 端出好东西 回来给你看 就端错了 端到黑社会 就是类似像这种情况 就会造成很多的误解 那所以其实孩子的心 是软的 父母也是 那只是说 在这个 其实最不幸福的族群 真的就是 据调查指出 青少年时期的父母 都觉得已经打完 一关的怪 那个学龄前 讲不清楚 讲 说 那个什么 讲不听 听不懂 不会做 做不好 然后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已经进到小学时期 就是好像 稍微听话 乖 温顺 什么做枝端正 可以写字 可以那个正常 绞交作业 之后突然青春期 那种回籍 父母会突然觉得 我又是个不好的 我很怕乖 我很怕乖这个字 因为乖就代表 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就代表我不能 逃脱这个规范 我不能够脱离 家里的规条 就是乖 因为所有的乖 都是爸爸妈妈定义的 真的 那所以孩子 为了要符合你的期待 就是乖咯 那我如果 一不符合你的期待 我就是不乖 所以我们其实 那个你知道 有时候 那个重伤害 都在心里面发酵 你知道父母看到孩子乖 其实有一种感觉 就看你买的股票 成长的那种感觉 他觉得说 有 有希望 然后之后 这几天突然 掉下去的时候 就有一种 是我的问题 还是我眼光的问题 还是你的问题 就是 会很想去检讨 就像我前几天 有一个亲子讲座 我们在讲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 父母会想要问小孩 成绩怎么样 考第几名 好不好 如果今天父母 是收买了一群朋友 例如说 我面前的这三位 从毅老师品杰 跟AB 我们收买说 你要跟我孩子当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你回去第一句话 可能会问他的 不是成绩好不好 你会问他 你的朋友对你怎么样 你的人际关系如何 因为我们投资在哪里 你就会想要那个 回报 那当你的补习费 是投资在 成绩这件事情的时候 每个人的资质又不一样 你就会很想去检讨 到底是补习班老师的问题 还是我投资错 还是换一个补习班 还是这个小孩资质的问题 那最伤人的 就是这个小孩资质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 接受的程度不一样 跟你跟这个补习班的适配度 还有你课后时间 你也想玩 你也什么 你自己时间嘎不过来 那这时候 我就会跟父母说 所以你要想象 你投资了很多项 你不能只有想象 你投资成绩这项 或者是你未来的 期望这一项 你自己人生 都没办法达成 你要小孩去达成 那是打一个问号的 很多人就会说 就是因为我达不成 我才希望我还是达成 所以我就会让他们去写 那个就是他 对不同的期望 你知道吗 你就会想象你 花钱收买 人际关税 人际关税是重要的 你花钱收买其他 你就会问小孩 拓展其他话题 因为你那个KPI就在哪里 你就会想要问说 对对对 把他发展不同的篮子 对里面有那个 三个篮子的那个 就是发展不同的篮子 比如说 如果假设我是这间 幼儿园的股东 我一定会问说 那那个收益如何啊 招生如何 我一定看到你都问这个 对 可是你是不是也想要 我问你说 我们喝这个咖啡 真的非常的厉害 这个是来自于 你真的是行李师 你好可怕 巴拿马 哪一句话都在 让人家觉得感觉很好 对对对 来自于巴拿马 还是什么 然后再问一下 最近的招生如何 就是你可能想要的是 就小孩想要的是一点点关心啊 所以我们就是放不同 假装你有不同篮子的投资 你就会问起来拓展 所以我觉得 从一老师的线上课程 在帮父母拓展不同的感受 这本书一定要买 这自于老师 就一讲话就知道 非常的 非常有功力 感受想法 对你就平常 稍微就关怀一下 从这些点切入 再去问这个 也许就是小孩会比较容易 无痛的跟你聊一聊 或者像我最后面一张是 都是游戏的 玩玩桌游 对玩玩桌游 拓展对人生的话题 所以我正要问你这个 你最后面的那个 有六个游戏嘛 是不是 对 六个游戏 你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你希望这个游戏 能够带给大家什么 哦 那个 他会他接到前一张 是关于那个家庭会议 因为大家以为家庭会议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开会 可是没有 你可以天南地北的说啊 比如说 崇英老师今天 他跟我在下午这样录音 啊 这个心理事 原来本人是这么的搞笑啊 类似这样 就是你可以揪你的生活经验 干嘛一直透笑 生活经验啊 然后就是彼此说 我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啊 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呢 然后从年纪最小的开始讲 他最近发生了那种 很小的事情 你也把它扩展跟增强 说哇真有趣 那这样家庭的 那个气氛就起来 之后我们在玩一个小游戏 在跟他谈论人生 就很无痛你知道 不会说随便问他 你人生远大的志向在哪里 如果没有符合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不对 我以前 以前小的时候 最讨厌爸爸妈妈 就是问这一句话 就是你学校怎么样啊 有没有什么事啊 你都在干嘛 好像没有别的问句可以问了 就是除了这几句 现在的爸妈妈妈 好像也差不多 就是要不就是问 你今天学校怎么样 那你都在干嘛 你都在做什么 好像没有别的问话了 所以崇一老师 还好你有经历过这些 你现在才有办法去解谜 现在大家问的 一样跨越时空的问题 我最想帮你做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帮这本书 用时光机送回去那个 你年轻时期 你爸爸的手上 孩子的范围 都是想求助 有吗 啊刚好有一个 他现在成绩不太好 要去学校了 先看完再去 好不好 就可以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 叛逆不见得是坏事 你知道吗 叛逆有可能 它也是一件 在培养 人生路上 有很多的滋养 这个养分的这个时期 所以你越是叛逆的孩子 你越走过那一段时间 大概 因为我在观察人啊 你要是青春期不叛逆 大概成年期 就会有点叛逆 就是你开始会 会想要搞一些 有的没有的 比如说有一些男生 有点经济能力的 就去搞一点重机啦 要不就是搞一些其他的 有的没有 重机还是好一点 对对对 就可能去搞外遇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做一点人生脱轨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过去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都是要让爸爸妈妈 高兴 对高兴 我都不能够 讲到这个 就是我不能够做自己 好不容易今天我可以做自己了 我今天要做一点 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那成年时期 叛逆的我看得多了去了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家庭就有影响 家庭就会不合 你怎么每天都在外面应酬 你怎么都每天都不回家 大概就会这样 所以我不认为 叛逆 叛逆是一件坏事 但是现在是家长要怎么去 看到这个孩子的叛逆 我要怎么去跟他连结 所以多一点的爱与关怀 那多看看像志盈老师的这种书 大概就会有一个idea 我要怎么跟孩子 有一个更好高品质的谈话 包含你说的这个家庭的会议 包含那个你说跟孩子 有一些高品质的 像游戏我觉得就很好 小的时候我怎么可能 跟我爸爸玩游戏 我爸爸光是青少年时期 以前跟他下象棋 他都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玩物丧志 就 我爸爸自己下棋很厉害的 他也会打牌的 可是他都不捉摸 怕你玩太多 对 你看现在的家长是不是也是这样 也会了 所以就是 就是你把这个标准 都是放在唯一的时候 那孩子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其实我觉得 从亚斯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家长抱着那种好奇心 对 对待孩子 就是说孩子是来拓展我们的视野的 所以这个在那个亲子教育 原本有个叫子女帆谱 他在讲的是我们孩子会拓展我们不一样的视野 或者对人生不一样的看见 像每个人 像你爸爸很会玩棋嘛 嗯 那但是 琴棋书画诗酒花 我们不是每一样都会 像我对花就不行 诗酒花是什么 诗酒花 诗酒花 琴 琴 书 画 诗 酒 花 对 啊有些人可能对酒可以 他就觉得啊 玩物丧志 这个一定会让你精神崩溃 这样子 这个以前咒王就说过了 这个东西不能碰 就他喝最多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 就是去领略一下孩子游戏的美好 就是说他现在在玩些什么 他喜好什么 他在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啊 他是怎么做好这件事 他每一件一定有他好的地方 对 所以去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他好的地方 我相信就是不是说 我只要按照你的标准才是好的 这件事情是现在父母 正在超展开跟突破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世代日新月异嘛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 你回来跟你那个侍奉跟孝敬 是一台AI 老师我代表着 我代表着你的子女 所以你就不太知道 这个世代怎么变化的时候 其实是超展开 就是现在父母很需要的 讲话真的很好笑 不知道接下去吗 没有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就是说 其实刚刚说的 我遇到很多家长 他就会说 老师我都知道啊 可是他的 就好像他内在缺了个什么东西 或是他个什么素养 还不够稳固 所以他就会 一下就炸了 然后或者是就是无法好奇 或者是他自己 有一些障碍 就是 爸妈自己的别扭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智英老师有没有 比如说 宝宝妈可以从哪些内在的素质 开始慢慢培养 然后让最后自己可以成为 像老师刚刚那个角色 去超译孩子的话语 然后去看到他其实只是装大尾 就是家长怎么样在自己内在 慢慢的去增添这些功 简单说就是多读一点这个书 这个是一个啦 就是一定要买书来看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内在的一些素质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问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其实父母从幼儿时期 到长大都一直觉得 自己被逼在一个点上 都会觉得好像没有心理空间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什么心理空间 好像只要不符合标准 都不是有空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都会变偷偷来 可是今天被你的小孩要在你面前偷偷来 你就会有那种罪恶感跟道德感 觉得说我应该要马上的制止他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前两天呢 跟我那个老二的儿子吵架 他三岁半嘛 不是说他说妈妈讲的都是错的之类的 跟你老二的儿子 对啊我刚才 就是儿子 儿子 那个是老二 他一个老二 然后是儿子 对是儿子 是儿子的老二 对是儿子的老二 这样也很乖 就是 他是三岁半硬要跟我吵架 然后我就说要洗澡要脱裤子脱衣服 他说不是要穿鞋 是穿衣服穿裤子 我说是要脱衣服脱裤子 你看就是脱 穿 脱穿 然后他们就 我们就进行这种你知道 就是逗牛式的讨论 那我也觉得很荒谬 就是我在那边讲脱 然后我老公还开玩笑说 哇 这是那么小 是要撕背秀这种事 我说你先出去 就是 人家还在开这种很有 他还想要缓冲一下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意外的 我拿浴巾的时候 突然那个 制控的马桶 制控的那个 那个垃圾桶打开 然后我就说 啊这是什么 七月鬼门开了 然后 我儿子就马上说 我救你 然后就把他关起来 然后我就说 多救妈妈几次 我就故意再把他弄开 又打开了 你知道有时候需要这种缓冲 缓冲自己 跟缓冲他跟缓冲 对 然后后来他就在控制 那才制控垃圾桶 我说 制控垃圾桶 最听你的话的时间 好像是你拖光光的时候 他就说对 然后他自己拖了 你知道吗 幼儿时期 我觉得非常需要这种第三方 这个叫借力 借第三方 所以 三娘叫子出来聊一聊 跟知道有空间 然后还有一个 我一定会提醒 父母朋友们的 就是说 当我在 比如我在跟Abi讲 我家里遇到困扰的时候 我会请Abi 一定要做好脸部的管理 就是说 当你听到我有困扰 说我跟我儿子会吵架 我们在斗牛 我一定是这样 陈述问题的嘛 我一定 制控垃圾桶 后来出现的东西 那我可能会跟你讨论 跟着我的困扰的时候 你只要不要一副那种就是 哦 嗯 哦我的孩子好像都蛮天使的耶 哈哈 这种 我蛮幸运的 哦 还是天使宝宝 那这个 嗯 就你的脸部表情 就是身为恐怖之下 这种人 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吧 没有 不一定 很多这种人 从一老鼠不了解 他会这样看你说 真的啊 我孩子小时候 不会这样的耶 而且他们还会说 你孩子怎么会这样啊 我比较幸运 哦 你知道就是 在你的场合 大家不敢露出这一面 哦 对 就是 你知道而且是他们是 他们是真的觉得自己的幸运 而且他们真心觉得 我的痛苦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就是 就是 已经 我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就是 我们家还好 还好 听完你的之后 我真的觉得我还好 像这种话也是很可怕 所以我通常就是 会建议父母朋友们 不要露出这种 一定要脸部控制 管理要好一点 然后 你可以回应对方的话是什么 你可以跟他讲说 哦 这个问题我如果遇到 我也很困扰 你就如果遇到嘛 你没有遇到啊 对 如果遇到 我也一样跟你哭闹 就是 不然我想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了 我们一起 就又来 又来 你知道我们是很孤单的 你只要你露出那个表情 就我就感觉到 我被嫌误了 只有我们家有这种问题 嗯 然后我就会赶快去 从一老师的线上课 赶快看一下 我现在冰山在哪里 我没有冰山啊 我先生 在这个冰山下 也没有冰山 我们大家都没有空间了 你知道 就赶快 我怎么突然有一个 突然有一个那个想法 就是好像我今天要来上 知行的podcast 哈哈 大推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要第三空间 他其实 自己要先被接住 或是他自己有一个心理空间 其实他才有办法 去穿透孩子的那一个 对 要退后 那退后不是无能 退后也不是懦弱 退后也不是放纵 退后的意思是 让自己先喘息一下 喝一杯咖啡 然后看一下 嗯 外界绝察 我们那个玩戏里面 什么外界绝察 然后 其实我觉得那个冰山 最上层的行为 并不是什么不好的 或什么的 只是有些行为 是我们看不穿的 但是那外界绝察很重 你去看那个冰山的形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材质不一样 突然回来 欸我儿子什么问题 忘记了 你就会稍微就是有喘息 心理的空间会出现 就是去外界的去描述一下 嗯 这个杯子是一个陶瓷座的 就是你稍微喘息一下 回来的时候 其实是帮自己去争取 像正念的概念 正念其实是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做的 这一个柜子的棱角在哪里 然后我脱过这个山 我怎么会跨越 你突然之间觉得 这个问题好像 不是跨不过的山 它就只是个冰山 我要看看底下有什么 就类似这样 你就会稍微去好奇了 所以那个好奇 其实是跨越这些 你稍微正念一下 就回来就 类似就是在 刺激跟回应之间 要拉出一个空间 对 然后让自己抽离那个 对 然后第三方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 帮你安全插箱 你就要靠自己 例如说自控的东西 或者贴一张照片在墙上 对 或者家里闹鬼 啊你自己怎么开了 之类的 自控的东西 很难帮助我们 类似这样子 好我最后说一下 像知音这本书 孩子的叛逆都是想求助 这本书你最后 想要带给爸爸妈妈 还是想要带给 应该 那个对象应该主要是 针对爸爸妈妈 对吗 嗯 你想要带给爸爸妈妈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资讯 还有这个重点到底在哪里 呃 怎么样跟 孩子去沟通互动吗 或者是说 让他能够更有规范一些 还是怎么样的 你的 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个年段的孩子 他非常需要被管跟被教 嗯 但是他不是说 只有单一标准的管跟教 而是去聆听一下 就有点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父母在副驾驶座 他要给小孩有效的讯息 而不是 吼你错过了啦 吼你上一个路口 你头发的 就是不是这种 谩骂或指责 因为刚才上一个路口 就错过了 你可以给的有效 吼你妈咒 你的这个表情还真多 加码加码 对 就是你可以给他有效讯息 就是前方300公尺右转 哇 这边出现五条路 欸我发现 龙台这边很多五条路 你知道五个讯效 对啊 你刚好发现 我刚刚还跟品杰那边研究说 这个到底是哪一条路 就是你要给他有效讯息说 斜前方 这个是几度啊 这个是135度 嗯 然后右转 类似这样或左转 然后再往前 你要给他有效的讯息 青少年时期 非常吃有效讯息 你就算跟他讲说 没关系我回家查 他都愿意接受 你知道最被孩子喜欢的老师 是他会愿意 为你回家去查 不同讯息 然后总和告诉你说 欸其实我觉得 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正在 他们是一个半熟大脑 他们每一个成长 跟成熟的区域 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他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所以他是从 大脑 荷尔蒙 生理 还有 就是数位焦虑 现在很多父母有数位焦虑 怎么管怎么教 3C的问题 对 孩子需要就是有效的引导 那大概怎么样是有效的引导 因为父母需要借三娘嘛 你平常可能如果生活很单一 没什么朋友去聊到这一块 旁边人都给你这种侧目的眼光 你就当我这个是另外一个朋友 就推给说心理师讲的 这就是一娘 对 其中一娘 心理师 这样子跟告诉你 其中二娘 从一老师 从一老师的podcast 对 全部一起来有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父母就觉得 我有人 但老师可能不是很喜欢 他当二娘这件事情 没事 可以可以 他有觉得有人 有人陪伴 像你陪伴很多家长 我就是自己的 非常有 非常有那个什么 德性崇高 非常有那个福气的事情 因为父母真的会 没有心理空间去 是 多去想 啊其实冰山本身 也是在拓展 他的心理空间去看见 可能有不一样的可能性 那当父母有可能性 家庭就会比较容易 和谐跟幸福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性嘛 那你也允许 妈妈也有可能性啊 这就好棒哦 我有我的可能性 对啊 原掌原掌原掌的可能性 我们有插到可能性 对 好 其实你知道 我对于这样的书籍 我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青春期叛逆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 大概看到青春期叛逆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想要 想要做很多的评论 就你去忽略了 他的背后的这个讯息 所以如果能够更看得懂 孩子这个背后的讯息的话 像你从书里面 一开始就讲这个荷尔蒙 然后讲到他的发育 然后最后 去理解他 对去理解他 然后最后谈到就是 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 去共创一个 好的谈话的基础 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的爸爸妈妈 当做是一娘啊 对吗 你这样说的 当做是你在陪伴孩子 路上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参考的资料 那志云有没有 最后在这个节目 结束之前 有没有要跟这个 青少年孩子的爸爸妈妈 最后的一些中故 或者是一些建议的 嗯 我觉得看懂孩子之前 可以 虽然说我们说 我们看懂孩子之前 要先看懂自己 但我觉得有时候 把自己摆在一边 也是不错的选项 就是不要看懂任何人 我就是我的这个 去承认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跟孩子 有我们独特的默契 也许我没有办法 变身成为从毅老师 但我可以 我用从毅老师的一些方法 或是我没有办法 变身成志盈 可是呢 我可以运用这些一些方法 拿出桌游 至少我去买了 嗯 至少我去做了 至少我去做了 那我就跟孩子去回应 这些生活的点点 第一说 欸其实妈妈 很想要跟你就是聊聊天 其实聊聊天 好像最自然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不应该变最困难的 那聊天 我们看着对方 看着远方 不要看对方 也是一种聊天 我觉得自在就好 看着大自然森林 这样也很好 我觉得其实这个 像我之前听过一个爸爸 他就分享说 他其实发现 跟孩子最好谈话的时间是 他只要跟孩子冲突 他就开车载他出去 载他去山上 然后两个都不要带手机 就是在路上聊天 就是从那种尴尬 然后很想 对方不知道 确定对方会跳车 然后到那种 就最后 就双方看一看风景 好像都好了 然后去山上开始聊 然后我就说 那有酒 有什么其他东西 那些多余的 我说 是不是 他愿意就是这种 把孩子塞上车 而不是 把他推出车子 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小孩 你去其他家 就是 光是这个愿意 让他在车上 双方冷静跟平静 他也看见自己的父亲 怎么协调自己 跟调整跟喘息 刚刚他也讲了 很伤人的话 他也讲了 让他不开心的话 这种双方的一个 一起平缓 一起增进感情 所以我觉得 父母在放弃喊之前 先不要气馁 而是说 当我们也回头 照顾一下自己 然后也撑出一点 心理的空间 你一定有你的创意 在好奇自己之前 一定可以 就是好奇自己 也才有那个余力 去好奇孩子 好 说得很好 要有一点创意 我记得我在青春期 Malana有一首很有名的歌 叫做Papa Don't Preach 就是爸爸别说教了 我现在邀请各位父母亲 如果你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你除了说教以外 你能不能够发挥一些 其他的创意 你还放这首歌吗 对啊 我很想要加入 但我现在没有 如果你有这个 我刚刚脑海里面 如果你有这个创意 能够跟孩子 有更多的连结的话 把这个说教 这个选项拿掉 我邀请各位 想想看 我还有什么方式 可以跟孩子 更靠近一些 Papaya Papaya 自己唱 是这首吗 我唱的 我帮你配音一下 Oops 不是这首歌 好 今天谢谢这个 黄志盈心理师 到我们现场 然后也希望 他的这本书大卖 孩子的叛逆 都是想求助 谢谢志盈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从一开始说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 剩下的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